投入公益活動不落人後淡水區公所 這次結合了普照市舉辦的一場公益關懷的活動 區公所還特地準備了將近六百多份的民生物資 以及許多推廣素食的攤位 希望能夠幫助更多弱勢的居民 今天上午艷洋高照 在淡水捷運站前方可以看到有一大片的攤位 與帳篷由淡水普照市淡水區公所 以及佛光普照基金會所共同舉辦的 行善功德大捐贈活動 現場不只是郵區公所準備了許多物資 將近有六百多份 還有許多推廣素食以及佛學書籍的攤位 希望能夠讓這個社會更美好 那在今天如果能夠做一些好事 那從今天做一個開始 那我們每天念佛號 然後每天意念好的觀念 好的想法 然後對家人朋友都出一份祝福的善念 我們這些物資都是社會大眾 來自各個不同階層 他們都不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 但是他們都願意一百兩百隨喜的 去來贊助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現在在捷運站的現場 我們是沒有做任何收費 完全是免費贈送的 以說好話行善舉 新存善念為出發點 淡水普照四在米林的農曆 十月初八都會舉辦活動 要針對淡水區共有六百多戶的 弱勢族群發送物資給他們 現場還有設一檢一整的攤位 而另外還有許多平常民眾 所捐出來的乾淨二手衣物 趁著區公所舉辦活動期間 一同要送給弱勢民眾 農曆十月初八 這個是一個認為行善功德 是可以發揮到最大的一個日子 那在佛教裡面的一個認定是這樣子 那我們公所這邊也是很樂意 來跟我們地方的一些慈善團體 來做一些相關的對我們弱勢 一些相關的低收入戶 或者是中立收入 或者是一些比較弱勢的一些人民 來做一些幫助 區公所表示淡水普照 不僅是在地方宗教文化上的推廣 對於關懷弱勢居民 舉辦公益活動上更不遺餘力 現場還有贈送佛書 更推出可愛的公仔人形看板給民眾拍照 而對於這次的公益活動 主辦單位相當用心 也希望能夠對較弱勢的民眾 給予最實質的幫助 記得許多安逸 帶去三毛報導